過去五年 梁振英去亂港和國 所帶來的和害 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所以在未來 我會希望 下一屆的香港的行政長官 以及我們所有香港人 都是希望看到如果梁振英 包括在那五年裏面去安插梁營所有的人士 如果他是犯上任何的責任 任何在法律上必須要面對著一些 控罪或者處理的問題 必須依法處理 這個是我們會認為 對香港人和對香港未來 能夠重整的第一步